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耐不住粉丝们的私信 太多老铁让我测试这个乐迪自美的120瓦淡化加充电器 这不搞回来了 粉丝们说的是这个充电器很牛 可以激活蓝厂和绿厂的私有协议 还有华为的协议也是可以的 而且功率很高 充电速度不比他们原装的充电器慢 究竟是不是这样啊 我也是抱着怀疑的态度 来做我们这一期的开箱评测视频 这个品牌叫乐迪自美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啊 究竟是不是粉丝说的那样 我们话不多说 先开箱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包装盒啊 包装盒正面写着一个乐迪自美 然后背面的话就是它的规格信息 然后制造商 东莞是合一电子 兼制商就是乐迪高科技有限公司 然后这下面是它的认证信息 我们看一下盒子里面 这里有个合格证 这里有一个用户手册 充电器本体 充电器有一个塑料袋装着的 这个充电器的颜色是橙色和黑色的配色 整体就是一个长方形的方块形 充电口为一个融合接口啊 跟华为的融合充电器一样的接口 同时只能用一个 然后这边是它的乐迪自美的英文标识 充电器的插头为折叠式的插头 这里写着GAN超快速充电器 然后型号信息 输入的话是110-240V的全球电压 USB-A口最大功率65W Type-C口最大功率也是65W 然后这里是双路绝缘 室内使用 海拔2000米以下使用 非热带地区使用 这个就是它的3C认证logo 3C认证的信息 我就放在屏幕上 有需要的可以截图 它这个3C认证是有附件的啊 这一个证书的话 它是同时认证了有几款充电器 我们这款充电器 我也把它圈出来了 充电器橙色的表面 有浮雕纹理设计 摸上去的话 有各手的感觉 但是这个是为了更好的拔插充电器 不打滑 充电器连包装盒一起的重量是130.6克 单充电头的净重是101.8克 充电器的高度是645毫米 厚度是29毫米 宽度的话为41毫米 外观部分看完了 我们就进入测试环节 我们首先来看看 这个充电器的USB-A口支持协议的情况 它只有一个VFCP7-20伏最高120瓦的功率 这是它的USB-A口 然后这里有一个基础功率 它的Type-C口的话支持的协议要多一个 这上面是VFCP7-20伏 一样的也是120瓦的最高功率 PD3.0的65瓦 PPS3.6至C伏的5A 3.6至20伏的3.25A 这有两个PPS的档位 这里还有一个QC5 应该是高通的QC5加 然后这一个就是基础功率 首先充电测试的话 我们用这个小米Loto CT Pro来测试 可以激活快充 我们用的是它的Type-C口 USB-A口的话 也可以激活快充 功率要低一点 它走的是PPS9.3伏的3.35A 这个小米手机现在电已经充到93%了 充电时间50多分钟 这个手机自带的充电器是67瓦 如果是高功率的手机的话 它的功率会更高一点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前面25分钟都是28瓦左右的功率 然后降到25瓦左右的功率 充了12分钟就充到80%了 从5%的电充到80%的电 只需37分钟 充电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充电器的温度 最高温度的话 34度还是不错的 找了一个温度计过来 今天的温度实际上只有11度左右 OPPO系列的手机 我们用一家的ACE2V来测试 这个手机自带的充电器是80瓦 两个充电口都可以支持超级散充 我们这个是配合的原装的数据线 这个手机现在已经98%的电脑 大家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全部都是38瓦左右的功率 一直持续了大概15分钟 15分钟就可以充到80% 这个充电速度确实很给力 总共充电时间也就26分钟左右 不亚于它的原装充电器 确实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温度 38瓦左右的真实功率 它的最高温度只有39.8度 确实很不错 这个充电器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在第三方品牌的充电器里面 能够支持Vivo家的快充的充电器 几乎是很少很少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充电器支持的情况 咱们现在这个手机只有4%的电量 这个Z8X它标配的充电器是44瓦 是可以激活Vivo的散充标识 配合的是Vivo家的原装6A的数据线 这个手机现在的电量已经充到90%了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前面38瓦左右的功率 持续了10分钟 很高的功率 然后降为28瓦左右的功率 又充了11分钟 然后再降到26瓦左右的功率 又充了接近10分钟 然后再降到25瓦左右的功率 充了6分钟左右 电就充到80% 从4%的电充到80%的电 花了41分钟 充电速度很可以 充电电压一直维持在9V没变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温度 这个温度最高36.8度 S18 标配的充电器80瓦 然后用这个来充的话 给大家看一下真实的功率 这个跟原装的实际充电的功率是差不多的 华为系列的手机充电测试 我们用这个荣耀100 这个手机标配的充电器100瓦 可以启动MAX100瓦的快充 现在这个荣耀100已经有98的电脑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功率非常高的 刚开始的时候2分钟66瓦的功率 然后后面就变成34瓦左右的功率 大概充了6分钟 然后涨到40瓦左右的功率 充了9分钟 然后又降为33瓦的功率 又充了几分钟 电就充到90% 90%以后 它就开始降功率 大家看一下这个功率 非常足的 我们看一下温度 最高温度38.8度 非常不错 真的是像网友说的一样很牛的 咱们连接它的Type-C口 启动它的最大功率65瓦 实际功率的话在58瓦上下 我们持续烤机 这个充电器58瓦的功率 已经持续的运行了一个小时50多分钟 大家看一下最高温度 56.7度 这个温度控制的很优秀的 这么大的功率 温度才50多度 前面的实际充电测试部分 咱们都已经测完了 小米的 Oppo的 Vivo的 华为的 全部都是跟原装充电器的充电速度都差不多的 然后苹果手机的话 大家都知道的 最新的15 Pro Max 也就9伏3A 27瓦的功率 对于它来说 那都是戳戳有余的了 这个65瓦的PD功率 给苹果的笔记本充电都是没问题的 所以说我们就不测试苹果手机了 咱们直接测试这个充电器的最关键的数据 交流文波 大家看一下 这是它的5伏空载文波 最高的时候100毫伏 5伏3A 15瓦的功率 它的文波120毫伏 这是它的9伏的空载文波 最高的时候60毫伏 9伏3A 27瓦的功率 它的最高文波90毫伏 12伏的空载文波 最高的时候也是60毫伏 12伏3A 36瓦的功率 它的文波70毫伏 15伏的空载文波 最高的时候也是60毫伏 跟前面两个一样 15伏3A 45瓦左右的功率 它的文波60毫伏 20伏的空载文波 最高的时候50毫伏 它的满功率的时候 它的文波是 最高的时候120毫伏 这个乐地自美这个充电器 确实像网友说的那样 充电速度特别特别的快 而且这个还是经过了3C认证的 一个合格的产品 经过我们实际测试下来 不管是小米 OPPO Vivo 还是华为 它是全部都可以兼容 他们家的私有协议 而且功率的话 是非常高的 大家都看到了 然后它这个充电器的文波的话 负载文波最高的时候 也就是100多毫伏 没有超过国家标准的200毫伏 所以说这个充电器质量非常好的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咱们下一期拆解这个乐地自美 我们看一看里面配置究竟怎么样 谢谢大家观看